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就是这样一位给人们带去欢乐的邪心 却有着悲惨的一生 1985年许冠英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大奖 那一年他和林郑英前小号合作的《僵尸先生》上映 这部电影一出便是经典 而许冠英在其中扮演的丑角文才功不可没 为此在香港金像奖的颁奖现场上 他获得了最佳男配角的荣誉 身边不少人都为他送上祝福 唯独他本人高兴不起来 一怒之下还做出了拒绝领奖的决定 这在香港是史无前例的 甚至直到今天他也是第一个聚领金像奖的人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许冠英如此不满呢 有人说他耍大牌 也有人说他太适才傲物 事实上在《僵尸先生》这部电影中 许冠英是名副其实的主角 当初正是他提出将文才这个角色 加入搞笑元素的想法 并用实际行动赋予了整部戏喜剧效果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才 那么全剧将失去一个最大的看点 而这部电影也许就不会成为 人人称赞的经典之作 所以许冠英不甘于只是一个配角 他的付出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 但这个最佳配角颁得也不是不合理 毕竟文才这个角色的人物设定 在其他角色的对比之下 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许冠英却演了一辈子 也做了一辈子陪衬 他给一代人送去了欢声笑语 却给自己留下了一片凄凉 许冠英出生于广州 后来又举家前往香港 由于自幼家境困苦 再加上家中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所以他很早就出来工作了 虽然只拿到了高中文凭 但他的外语能力十分出色 因此刚毕业就拿到了法国新闻社的offer 到了70年代 香港影视行业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刻 由于美国电影在香港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以及彩色电视的运用 导致这一时期的影视剧有传承也有创新 而已经和香港影视圈接轨的其他几个兄弟 许冠杰、许冠文和许冠武看到了时机 于是便怂恿许冠英去当时香港的电影界大鳄 上市电影公司做演员培训 但面对娱乐圈这块肥得流油的宝地 许冠英拒绝了弟弟的请求 因为在许事四节中 他的长相处于劣势 他们一家有五个孩子 许冠文、许冠武和许冠杰 生得仪表堂堂 妹妹许朱迪更是仪态万千 所以他从小就是最不受关注的那个 如果说兄弟姐妹对比起来 难免会感到自卑 但在哥哥和弟弟的劝说下 许冠英最终答应了去邵氏顶公司培训 过了一年后 学成归来的许冠英 参与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年轻人》 这部校园喜剧一上映 就收割了大量票房 虽然他在剧中不是主演 但却让观众记住了这个顶着蘑菇头的演员 此后他也陆陆续续接了一些戏 只不过大多是戏份极少的小配角 两年后这四个兄弟 发现了香港搞笑电影的市场 于是就一起创办了 许氏兄弟影视公司 由于二哥许冠武主要负责幕后工作 所以在荧幕上鲜少看到他的身影 公司成立后主打搞怪爆笑风格的影视剧 诸如《鬼马双星》《半斤八两》等 就这样 许氏兄弟凭借着独特的表现手法 创造了香港票房的奇迹 也成为了香港电影行业的标杆 而许冠英也因主演《半斤八两》 一举成名 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春天 不仅戏份滚滚来 还发行了个人专辑 自此大家才发现 原来许冠英是个全能型艺人 除了演技精湛之外 浑厚而又温柔的嗓音 也让他在音乐界也有了一席之地 他的发钱函和钱作怪 至今还广为传唱 许冠英火遍湘江后主演了不少电影 但他发现自己接到的角色 无一例外都是类似小偷 倒霉蛋 市井小民这种形象 再看看其他兄弟 早已过上了风光无限的好日子 这让生性敏感的他 再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认认真真的演好每一个小角色 或许演到最后他也认命了 可能就是因为自己长相不佳 所以注定要演一辈子小人物 但他或许又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因为他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 拒绝了领奖 许冠英这一辈子大多是在为事业打拼 似乎很少听闻有关他的花边新闻 确实他平日里性格内向 很少与异性有来往 唯一的红颜知己就是邓丽君了 两人的关系就好似闺蜜一样亲近 曾经邓丽君还邀请他一起合作 唱《小媳妇回娘家》的MV 但为了达到喜剧效果他需要男扮女装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果断答应了邓丽君的请求 可见两人友谊的身后 除了邓丽君这位好友外 他还曾和关书仪有过密切的往来 以至于当时有关他们的绯闻闹得满天飞 其实在此之前 他的情史并非一片空白 在他去新加坡拍戏的时候 结识了新加坡女演员孙宝林 他们相互欣赏 很快许冠英就陷入了爱河 只可惜拍摄结束后 他将要返回香港 而孙宝林则独自一人留在新加坡 那个年代的通讯并不如现在方便 最后他们因为难以经受 异国恋的考验而分手了 分手后 许冠英就一直处于空窗期 直到忍到中年时 他才再次感受到爱情的滋润 众所周知 许冠英不仅戏演的好歌也唱得不错 所以他除了有影迷之外 还有一大批歌迷 这其中就有一位来自日本的美女 叫考瑞 她用热情和主动吸引了许冠英的注意 于是许冠英慢慢对这位女粉丝产生了好感 他们之间可谓男有情女有意 很快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处于热恋中的许冠英 常常和考瑞十指相扣逛街亚马路 考瑞为了和许冠英更好的生活在一起 还苦学中文 许冠英也终于为心爱之人 做了一件非常浪漫的事 在一次演唱会上他给了考瑞一个惊喜 本来演唱会的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但他忽然说要为女友献歌一曲 这份礼物让考瑞感动不已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即将携手踏入婚姻的殿堂时 许冠英却宣布和女友分手了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但据许冠英所说 自己又老又丑 都不敢奢望有女孩子要她 自己也很难给人幸福 或许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太大 当时许冠英已是中年人了 而考瑞不过25岁 她害怕耽误了对方 又或者是许冠英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亲密关系 不管出于哪种原因 问题的根源都来自于她的自卑感 许冠英从小在家中就不是最亮眼的存在 所以和开朗乐观的弟弟许冠杰不同的是 他一直希望证明自己的实力 并渴望得到他人的赞美和喜爱 可长兄如父 作为大哥的许冠英 一直就对许冠英抱有很高的期望 随之而来的就是严厉的管教 他们合作拍戏期间 许冠英常常批评教育许冠英 那个时候许冠英担任的是导演 剧组里的大多数事物都是由他处理的 工作的繁忙让他的脾气愈发暴躁 所以一件小事或是一个小问题 就足以成为他情绪爆发的导火索 有一次许冠英因为不小心站错了位置 许冠文就不顾弟弟的颜面 当众将他劈头盖脸的怒斥了一顿 而每次许冠英只能默默听着哥哥的责骂 多年后许冠文回忆起来 发现自己亏欠许冠英太多 他向别人发怒之后会去安慰对方 但觉得许冠英是自己的弟弟 自家人怎么样都没事 所以就没有过多关注他 就是这样的差别对待 让许冠英伤透了心 生性敏感的他在被大哥否定后 独自一人在自卑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当许冠文悔不当初 想要好好补偿许冠英的时候 早已为时过晚了 许冠英因为长相 常常感到自卑 殊不知自己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2011年11月8日 哥哥许冠武敲他家门时 无人回应 焦急万分的哥哥便找到锁匠 然后将许冠英的家门打开 随后发现了猝死在家中的许冠英 已经死亡多时的他身体变得十分僵硬了 许冠武当场崩溃了 自己爱护的弟弟独自猝死家中 他竟然一无所知 何其可悲 大哥许冠杰在接受采访时 也悲伤地表示 怪我没有正视他的自卑 似乎很是自责 巧合的是14年前的同一天 正是林郑英离世的日子 原来冥冥之中 一切都有安排 如今许氏兄弟 除了许冠英已逝世多年 其他人都渐渐远离喧嚣 享受生活 只留下许氏四节的传说 回顾许冠英的艰苦一生 可能不管是在现实中 还是在电影中 他都算不上主角 虽然他比不上大哥许冠文 和弟弟许冠杰的光环 但是他在影世界的成就 都是有目共睹的 就算角色再小 再丑 再不招人待见 他都用心对待每一个角色 一个个小人物 在他的演绎下 变得活灵活现 深入人心 从影40多年 他为艺术奉献了大半个生命 尽管他现已逝世 但是他的歌曲和他的经典作品 将会永世流传 而他也永远都是我们心目中的 一代校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